华人工商 晚间新闻 新春特别版 大家好 今天是2月11号 星期四 新春祝福送四方 东方送来摇钱树 西方送来永安康 南方送来成功路 北方送来钱满仓 四面八达全送到 金银财宝 当头照 春节快乐 过年在家里面 适合摆放什么类型的花卉呢 过年在家里放上代表 吉祥好运的花卉呢 是每年春节的必备动作 蝴蝶兰寓意 红韵当头幸福美满 蝴蝶兰花期超长 观赏期很长 是每年年花的大热之选 水仙寓意 有意长久幸福美满 金盏银台水仙 就不仅代表着年味 更蕴含着文人风雅 古人在正月里放置 岁昭清贡 其中必不可少的 就是一盘水仙 桃花寓意 驱邪镇宅宅 大展宏图 望桃花 桃花是取个好一头 因为红桃和宏图谐音 所以桃花还有大展宏图的寓意 菊花寓意健康长寿 菊花象征延年益寿 增加福气 牡丹寓意富贵吉祥 繁荣昌盛 由于供应不足 洛杉矶关闭了COVID-19疫苗的接种点 据FOX NEWS消息称 洛杉矶将在未来几天内 暂时关闭几个城市疫苗接种点 因为它耗尽了现代疫苗有限的首批疫苗配额 洛杉矶市长加西提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他指出该市分发了98%的疫苗 关闭将影响到期体育场和其他四个非移动接种点 在周五和周六 重新开放预计在周二或周三 市长说这周的分配比前一周减少了9万剂 然而参与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 联邦官员本周保持乐观态度 拜登政府称 疫苗供应已从每周向各州提供的860万剂 增加到了1100万剂 即前三周总增加28% 加尔赛蒂说 这一整体增长还没有汇集洛杉矶 主播之所以精选了这一则消息 就是希望大家在享受年节气氛的同时 不要掉以轻心 疫情面前安全最重要 保护好自己和您家人的安全 拜登终止了川普用于修建边境墙的紧急命令 The Q消息称 白宫周四宣布 拜登总统撤销了前总统川普 为修建边境墙而下达的紧急命令 拜登在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中写道 我已经确定在我们南部边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是毫无根据的 我还宣布本街政府的政策将是不再把美国纳税人的钱用于修建边境墙 我将对此重新划播或重新分配所有资源进行仔细的审查 最后主播撸起袖子和大家来畅谈新年火锅的秘籍 吃火锅寓意一年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有荤有素菜品琳琅满目 火锅虽好吃但是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肠胃不舒服 那菜品该如何选择最健康呢 主播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攻略 首先选锅底避免过辣过油 清糖锅子是首选 选蘸料别蘸太多太咸 配饮料不要冰的 选择含糖量少的 而至于菜色呢 必点绿叶青菜 还有辅助减少食物摄入量的鼠类 蛋白质含量高的豆制品 保护心血系统的菌类 热量低的水产类 当然也少不了美味的红肉和白肉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